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 以传播正确投资理念和实战技巧为目的的电影 第一步 把故事生活化 生活故事化最通俗易动的电影 古海沉浮首推三部电影 古海沉浮一 奇迹创造奇迹 古海沉浮二 让庄教落奔 古海沉浮三 故事不相信眼泪 电影中 有关股市投资理念和实战技能的内容 均根据黄华七先生同名著作的《奇迹》 创造奇迹 让庄教落门 故事不相信眼泪收集改变 由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担任总策划 黄华七先生 现任福州建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州建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大政权大奖堂首席讲师 网络建客大学校长 从事资本市场理论教学和实战交易工作二十多年 黄华七先生 讲座风格通俗易懂 幽默风趣 客观务实 极具关系和实战意义 是投资者做到手中有股 心中无股 人股合一的最高境界 目前讲座视频达四百多集 公开的把握视频点击率累计高达一亿人次之多 目前第一部电影《古海沉浮一》《奇迹创造奇迹》 已经进入古民演员海选阶段 主要演员八十八名 要求两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群众演员八万名 要求一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到时将参加鸟巢大型投资讲座 古民演唱会 电影剧情实景拍摄 报名官方微信 《古海沉浮》首字母拼音加188 凡关注微信 了解电影详情 即可免费获得故事剑客 四百集投资实战经典讲座视频 这将是中国股民最大的福利 重生的机遇就在你手中 知识改变命运 剧人创造财富 你准备好了吗 一 四 三 二 一 七 故事黑马 横空出世 一见 定乾坤 喂 大家好 在上课之前 先把本人的这个书籍销售购买的方式 给大家讲一讲 黄华七先生的系列制作的购买方式 书籍名称 起机创造起机 让庄家罗奔 以及股市不相信眼泪 绝密炒股一百招 然后购买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官方淘宝店购买 淘宝店的店名是股市建客梦工厂 网址是http2.2杠 股市建客梦工厂第一个字母 淘宝全拼.com 然后这个二维码可以扫一扫 第二种购买方式是微信购买 微信号的名称是古海城府电影 然后微信号是古海城府第一个字母188 二维码可以扫一下 然后第二个微信号 微信名称是股市建客 微信号是股市建客第一个字母168 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购买 本人的系列书籍 这个建客文化传媒官方网站 http2.2杠3w.建客文化传媒第一个字母.com 登陆官方网站也可以购买 然后淘宝以及官方微信都可以购买 那么这个公告完毕 我们正式开始讲课 大家好 能听到声音吗 能听到声音吗 能听到声音就开始讲课了 这节课给大家讲 古市建客曾奴隶到将军腾飞篇系列二 群雄逐鹿中的优胜劣态 虽然我现在没有腾飞 但是即将会腾飞 那么在腾飞之前 你准备好了吗 不是你想腾飞就会腾飞 腾飞只给那些有准备头脑的人 怎么腾飞 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在讲课之前 先给大家讲一讲穷人的出路系列 人脉等于钱脉 人脉等于钱脉 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不够广 你想拥有足够的钱 很难 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的手机当中有五百位 五百位朋友的电话的 发个一给我看一下 你的手机当中有五百个朋友的电话的 发个一好不好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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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只有两人 三人 现在声音小吗 难听清楚吗 好 这个你把音量打大一点 好吧 我也 热热声 放开嗓子 好吧 吼几下 大部分 大部分人的人际关系不够广 要办什么事情的时候 喊天听不应喊记地不灵 所以你的人脉 不是很好 办事就不顺利 好 好 我们慢慢来聊一聊 人 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需要互相的帮助 彼此的关照 才能共同进步 共同发展 我把你扔到这个西伯利亚 沙漠里面去 你一个人在那深层 你会成为富翁吗 嗯 你会生活得很好吗 嗯 要物质没有物质 要精神没有精神 你孤单管人一个 你是一个原始人 绝对不是现代人 嗯 俗话说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人多 才好办事 人多力量才大 中国有13亿人口 接近14亿 你说他有力量 还是没力量啊 嗯 最近这个国家主席 讲话那个口气都不一样 啊 这个 最近这个 新川五国 是不是 在巴西 执行会谈 金川五国也搞了一个金砖银行 落户我们上海 啊 为什么要落户上海 你知道吧 因为中国人多 力量大 啊 好 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 单打独度 是很难成功的 我们很多人喜欢一个人搞 啊 一个人去搞 一个人你来搞出什么名堂来 你告诉我 啊 你能搞什么名堂出来呀 啊 吃老婆可以一个人搞 其他的一个人不好搞 一个人力量是很微小的 人字是怎么写的 一撇一辣 看到吗 一撇一辣 一笔比较长一点 一笔比较短一点 是这样走合而成的 这个人字很有讲究啊 你只有一撇不行 只有一辣也不行 都会倒下来 他是站不稳的 那么一长一短是干什么 告诉我们要相互取长不短 才能共同进步 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 所以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 是一个人成功的必备条件 良好的人际关系 会给你带来远远不断的财富 如果你手机里有500个朋友的电话 你需要办什么事情 绝对的简单 真有一个人知道 你家里要买什么家具 家有家具的朋友 要搞装修 有装修的朋友 有搞电器的 有电器的朋友 对吗 你开车违法的交通规则 有专门跟你处理交通规则的朋友 你要打官司 有专门打官司的朋友 你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发生官司了 你两眼一抹黑 什么也没有 我们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很糟糕的 尤其是当今的社会 互相不信任的一个社会 我们很多人呢 住在城市里边 电梯房 住了五六年了 十几年了 你隔壁左右楼上楼下是谁 他都不知道 可怕吗 嗯 住了几十年了 天天在电梯里边见面 从哪都没有问一句 你家住哪里 你贵姓 没有 哪一天发生抢劫了 会不会帮你 还不知道 哪一天你家失货了 有没有人帮你都不知道 是谁家失货了 都不知道 这就是中国的人际关系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人脉就等于钱脉 你要五百个朋友 每个朋友不用你借你借多啊 只借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那当今社会不算多了啊 你有两百五十万 能做大事吗 能够做大事吗 嗯 这五百个朋友 在每个人给你赤某话策一下 搞一个什么 赚钱的方法 赚钱的技巧 你会穷吗 可惜你没有 怎样才能建立人际关系 怎样才能建立人际关系 这是我今天给你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首先是自信自强 是打开人际关系的前提条件 首先你是自信 确信自己是有能力的 然后要自强不息的 去拓展自己的潜力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说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嗯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归根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没有人告诉我 归根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看有没有一个人 能搞出来的 哎 我们战斗中小刀 搞对了啊 搞对了 还是有一些人比较聪明的啊 人与人之间 归根到底 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利用互相利用关系 有的人说我亲亲又亲 没有利用关系 有还是没有 夫妻之间有没有利用关系 回答 夫妻之间 母子之间 父子之间 有没有利用关系 有还是没有 怎么没有呢 你没有利用你老婆 你老婆没有利用你啊 嗯 一个人睡觉冷冷的 两个人睡觉比较烂喝 呵呵呵 又互相利用的关系 啊 为什么还生儿子啊 不仅仅是为了全身接代啊 他是一种精神寄托 是你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不至于别人说你是一个 孤家寡人啊 赚子结孙的人 人与人之间啊 三个人更浪和 对 三个人更浪和 四个人那就好热了 对吧 这个 这个我们到五一三 去玩的时候啊 那个撑船的烧工啊 给我们讲了 那个那个五一三 有一个三封 叫做笔架 放笔的笔架 见过吗 啊 有三座峰 对吧 上面 中间一个高一点 两边一个低一点 像一个笔架 啊 他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那叫三个代表 什么叫三个代表呢 是小蜜 带金表 情人 带银表 老婆带电子表 这个叫三个代表 你知道吧 你千万不要搞三个代表啊 你搞一个代表就可以了 就老婆带金表 那个是最好的啊 好 这个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说到底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要么是物质上的利用 要么是精神上的利用 不管你是物质上 还是精神上的利用 首先你得有利用价值 对吗 你首先有没有利用价值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猛心问一下自己 你有什么值得可利用的价值吗 你有什么值得可以为别人所利用的价值吗 我们人呢 一听说我竟被别人利用了 被别人利用了很不爽 对吧 你被别人利用了 说明你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如果你没有了利用价值 连小偷骗子都不会利用你 我告诉你 所以 你想要自己有利用价值 首先 就得有足够的自信 自强不须 勇于拼搏奋斗 努力 提升自己的价值 你什么都没有 你凭什么跟别人做人籍关系 你有筹码吗 你有筹码吗 百万富翁 一万富翁 凭什么跟你做朋友 我们父亲是有一个 有一个服药玻璃的老总叫曹德旺啊 你说我要跟曹德旺做朋友就好了 请问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他愿意和你做朋友 你有为他所利用的价值吗 所以 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个条件 你得有利用价值 所以你要不断地提升自我 你才能有人际关系 也就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发挥 如果你既没有物质利用价值 也没有精神利用价值 那么你也什么也不是 那么你就不可能有大量的人 和你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你成功的难度就大大增加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物质 物质上的利用价值 你想在物质上帮助别人 首先你得自己强大起来 有物质基础 才能有条件帮助他人对吗 别人像你这个借一万块钱 你有吗 你有吗 你没有 他下次就不找你借了 你信吗 因为你没有利用价值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 这个人很势利 看到你没有利用价值了 就不跟你来往了 你觉得别人有错吗 你觉得别人有错吗 嗯 回答 别人有错吗 我告诉你别人没有错 因为你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失去利用价值了 所以我们每时每刻 都要让自己拥有利用价值 一直到死人那一天 都还有利用价值 那么别人就永远跟着你转 你没有利用价值 别人离开你是应该的 很多夫妻都离婚了 你看到吗 为什么夫妻离婚呢 你知道吧 嗯 因为他 彼此都没有利用价值了 没有利用价值了 失去了利用价值了 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你有足够的物质基础 可以帮助别人 那么 有恩于别人 别人才能够有求病 或者主动帮助你 你今天帮助别人了呢 那么别人就会随时帮助你 或者主动帮助你 你没有你穷光当一个 你什么也没有 他凭什么帮助你 嗯 请问是穷人比较好借钱 还是富人比较好借钱呢 啊 穷人借钱容易 还是富人借钱容易啊 本来穷人是非常需要钱的 大家都应该借给他 对吗 但是对不起这个社会 因为你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 富人他有利用价值 所以我愿意把钱借给他 因为我还有求于他 其次是 自己不断的努力 拥有精湛的专业技能 或者多种技能 可以为他人带来财富和方便 你有某种特殊的技能 比如说你会修电脑 那隔壁家的电脑坏了 你两三下两下就给他搞好了 你有多种技能 你不仅会修 电脑 你还会修门 修高压锅 你要多种技能 你的技能越多 你的利用价值就越大 你这样才能够为别人服务 给别人提供帮助 这是你能力上 你万一不行 我要体力 我力气大 你也可以帮助别人 别人家这个买了一袋米 你给他扛上楼 也不错 他人因有求于你 或者可以合作共赢 才能和你长期交往 你有某种技能 可以为他所用 那么我们合作吧 你搞技术 我搞金钱 一个出钱一个出力 也可以长期合作 也可以成为朋友 如果你一无所长 一无是去 那么孤家寡人 就是你最好的归属了 人世间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是千年不变的真理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但利益没有了 朋友就自然就消失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你的孩子 从幼儿园开始 从幼儿园开始 一直走到高中毕业 每一个年级都有班主任 每一个年级都有客人老师 对吗 你们曾经都巴结过 班主任 客人老师 对吗 但是每一个年级都在换 你巴结的人 人也在不断地换 一旦他不教你孩子了 你就不再巴结他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反正我就是这样啊 你别说是你这样 我都是这样 所以老师心里不平衡 他孩子以前在我班上上学的时候 他对我多好啊 而现在我不教了 他对我不好了 这个人比较势力 你觉得别人势力吗 不是别人势力 是你变了 我们都没变 你变得你原来是教的 现在变得不教了 只是你变了 你把这个东西看淡一点点 其他人都没变 就是你自己变了 你曾经有钱的时候 很多人跟着你一起混 吃香的喝辣的 对吗 从凶到地 当你没钱的时候 别人远远地堵住你 你觉得别人不应该吗 不应该堵住你吗 堵住你是应该的 并且是正常的 我一不正常的就是你自己 你曾有钱变得没钱了 所以我们要远远不断地 创造自我的价值 是你永远有魅力 是你永远有 有价值 那么别人就永远利用你 你就永远有朋友 这个关系搞明白了吗 搞明白了吗 逻辑思维搞明白了吗 你不要想不开啊 这是物质上的 如果你没有物质上的也没关系 你的情商高一点点 你在精神上帮助别人也不错 你想在精神上帮助别人 一定要学会赞美他人 你会赞美也不错 中国人有一个叫拍马屁 对吧 叫拍马屁 你会不会赞美别人呢 我告诉你 你赞美别人 这也是你的一种帮助 一种一种一种价值 你不 你讲的别人就是爱情 喜欢跟你待在一起 跟你待在一起就天天快乐 他钱你吃 钱你喝 钱你玩 有没有这种人 你什么也没有付出 你就是喜欢讲讲好话 有的啊 08年的时候 中国股市不好对吧 在我们福清市有一个房地产商的老板 啊 房地产商的老板 有几百万资金放在我这边 啊 08年 父亲你你亏钱了 我也亏了啊 亏钱了 那个老板还给我讲 亏钱了 不要愁没哭脸 没关系的 啊 我们今天要吃好喝好玩好 机会来了 很快把它找回来的 他还在道安慰我 啊 天每一天天还没黑 就要开始预约了 黄老师今天晚上我定了啊 一定要跟着我混 混什么 先去喝酒吃饭 吃晚饭之后是开机会 开机会完了之后 吃洗澡退了 最后喝一顿茶回家 每天都这样啊 为什么要请我啊 因为我会让他快乐 你知道吧 他跟我待在一起就快乐 我会玩 啊 他跟着我他就快乐 骨骄亏捡啊 他还要跟着我玩 这叫精神享受 我们很多人不懂得自己的财富啊 精神也是一种财富 我们人很多人有很多财富 比如说别人今天生病了 很多人都没去看 虽然你没有物质 你没有什么可以 金钱上可以帮助他 没关系 你拧两个苹果过去 啊 不要拧多 搞两个就够了 过去看一看 问一问 关心关心 这需要花钱吗 别人会很感动的 这是你精神上的财富 你不会利用你的财富 只动去考虑他人的心理需求 心理需求 然后及时的给予他人精神上的帮助 人不是只有钱才就会快乐 你明白吧 有很多时候是精神上的需求 这段时间他老婆不在家 啊 很寂寞 你有没有主动是邀请他啊 是下下喜 唱唱歌 溜溜冰 打打球 你要考虑别人的需要 别人近期发财了 有没有是祝贺一下 分享一下 他的快乐 最近亏钱了 有没有主动 去给他一点勇气和希望 考虑别人的需要 这是建立人际关系最好的方法 你说考虑别人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 啊 我们很多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到我这来玩啊 第一件事情就给我钱啊 你觉得你给我钱会高兴吗 你觉得给我钱会高兴吗 啊 有比较聪明一点 对我们小刀比较聪明啊 给我搞两条烟比搞钱要舒服得多 因为他需要啊 没有前日子可以过 没有烟日子就不好过 你要考虑别人的心理失情 心理失情 你知道吧 他最真下药 别人最需要什么 心里最想要什么 啊 你我们都是 我们有人说有钱不就可以买烟了吗 买的烟跟 跟送的烟有区别吗 啊 买的烟跟送的烟有区别吗 有很大的区别啊 有很大的区别 平时每时每刻去观 去思考别人需要什么 别人心理上想要什么 人是一个有精神的动物 有思维的动物 他有很多心理上的需求 你满足他了 他就很高兴 他跟钱多钱少 还没有必然关系 这就是情商 啊 我有专门的一节课 我专门讲情商的啊 你给了别人精神上的帮助 那么别人同样会回馈你 回馈给你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帮助 也许你给他的是精神上的帮助 他给你的是物质上的帮助 精神可以换到物质 物质同样可以换到精神 人与人之间就是彼此关照 彼此帮助 在彼此的合作中 才能建立彼此信任 和融洽的人际关系 嗯 我们小的时候 小朋友 在一起玩 今天 他有 他有 有这个弹珠 他给你两个玩玩 哎 这是一种物质 现在字写错了 他把橡皮擦给你用一用 这也是物质 别人打你了 他在边上骂别人 这是精神上的 小朋友不就是这样建立了 身后的友谊吗 连小孩子都会 但我们很多大人不会 奇怪吗 小孩子都会的东西 我们很多大人不会 所以现在很多人不会人际关系 我有好几百万的客户 好几百万的客户 有的客户我聊不上三句话 聊不上三句话 你三句话 三句话都聊不下去了 有的时候 有我生气的 我就直接给他 挖到黑名单里面去了 完全不懂得人际关系 没讲一句话 让人很难受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一定要指动地展示自我 指动地帮助别人 指动地展示自我 我们中国人说 这个酒香不怕相子生 对吗 你错了 你酒在香 没有相子生 要学会展示自我 把自己的能力展示出来 不要惨作业者 你不展示别人 怎么知道你有能力呢 我会跳舞 我经常会给别人漏几下 我会溜冰 经常给别人耍几个动作 我会喝酒 经常给别人 咬几下甩子 拆几下船 对 踢几下 你会吗 要展示出来 这是自我展示 让别人知道你有利用价值 另外一种是指动 这个讲到指动这个东西呀 我们中国人做得很差劲啊 别人不帮助我 我凭什么帮助别人 别人没有对我好 我凭什么指动对别人好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别人对我好 我才对别人好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是这句话吗 那你有没有指动去敬别人一尺呢 你把思维反过来一下好不好 但是我们很多人怕什么你知道吧 怕我敬他一尺 他不敬你一丈 而且得此进账 或者客户参巧 是这样吗 你对他好别人对你坏 你就心里难受了对吗 是不是这样 我们很怕别人不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啊 我对每一个人都好 至于每一个人是不是对我好 我不管他 首先是我对他好 他不对我好 那我就对他好一次 他对我再好 我就对他好一辈子 是吗 这是很多人 很多客户问 对先试盘 中国人喜欢先试盘 去试一试 很多客户给我讲啊 说黄老师 你帮我赚钱呢 我万一不给你这个指导费用咋办 操盘费用咋办 你说咋办呢 你说咋办呢 不给我无所谓啊 反正我又不是因为依靠你 没有你我就活不下了 对吗 你不给我没关系 我也不会找你要 我也不会去怎么样 我不能把你怎么样 那你只能赚一次钱 你只能赚一次钱 你赚一次钱 你发不了他 你不给我我也穷不了 你给我我还是发不了他 你看我这样想的对吗 我也不会去伤心 我也不去去埋怨 所以一定要指动 指动要建立诚信在基督上 首先是你要信任别人 你信任别人 别人才会信任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你信任别人 别人才会信任你 当然也有个别不信任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到拉萨吃完啊 到拉萨吃完的时候 在路上 一下机场 一下机场有一个出车车 是拉萨人 我问他 从这个机场到拉萨多少钱 他说150块 我说我给你200块 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 他会告诉我 布达拉公票怎么买 什么时候买 哪家宾馆 够意思 哪家宾馆不载人 哪家宾馆比较实在 在拉萨应该住一些什么东西 他的一五一十一五一十 给我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我住下来之后 还专门邀请我到他姑妈家去玩一玩 大家在我的KQ空间日志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相片啊 有拉萨的 拉萨一家人 有一个专门的相册叫神奇的拉萨啊 神奇的拉萨 大家进去看一看 就是这个朋友 他就是出租车司机 然后邀请我到 他的姨妈家去吃荡巴 喝清歌酒 吃个什么奶 喝奶茶 然后网上到他们家唱歌 唱KTV 就要多了五十块钱吗 收有茶 对 收有茶 因为我信任他 而我们很多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哦 他会不会宰我 他会不会宰我 你明白吗 你说一百五 一百 一百行不行 不行就拉到 是不是这样 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这样 啊 因为你首先不信任别人 所以别人接下来就对你不客气 把你拉 拉到一个非常宰人的那个宾馆里边 那黑箭里面吃 让你多花钱 做人不够大气 经常会热一些普通人生气 这里面的关系啊 我讲出来很多人不太明白啊 真不太明白 等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就是妇人了 我告诉你啊 等到别人来发现自我 会跟别人帮助自己 才是被动的帮助别人 你会让别人感觉到你很高傲 或者很势力 我帮助他 他才帮助我 那我不帮助他 他会不会帮助我呢 是不是很多人这样 这样会这样想 这种思维不利于人际关系的托长 主动的复制 永远比被动的复制 所产生的效益要高得多 嗯 全国有多少人能够把几十节课公开的 啊 主动让别人去学习的 有几个这样的讲师 嗯 我公开了好几十节课 大概五六十节 有几个会是这样做的呢 你不去主动的帮助别人 你不去展示自我 让别人来知道自我 那么别人怎样才会利用你 怎样才会与你合作 怎样才能信任你 嗯 今天在座的各位好几十个啊 五六十个 请问你是不是因为信任我而来的 嗯 是不是因为信任我而来的 你先回答吧 嗯 我想大部分人是因为信任我而来的 不信任我你不会来 所以我们这个人啊 一定要让别人信任 那你凭什么让别人信任呢 先付出吧 先付出 你才会有收获 好了 付出并不一定要刻意想得到一杆金银的回报 我们很多人对别人好一点点 做了一点点好事 马上就要要求别人做什么 我觉得这种思想很不好啊 你做了好事 你付出了 不是不报 死后未到 只动无私的 付出 终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我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先付出 就开始有大大的回报了 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先付出 所以他原始终都得不到回报 你说现在这个这个社会啊 我这样的人不多了 你就做不多的那一类啊 太多的那一类有价值吗 就因为不多你才是做啊 你才有机会啊 做不多的那一类 才是与众不同的一类 好了 接下来讲政客 股市建客 曾奴隶到江春 曾飞翩系列 二 纯雄主路中的优胜劣态 未来的机构投资者会越来越多 难免会舆论混杂 未来的机构投资者会越来越多 但是有好有坏 穿白衣服的不一定是白血公主 骑白马的也不一定是白马王子 只有那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稳定的收益 有正确的投资理念 和诚心诚意为投资者服务的投资机构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才能做大做强 才能在群雄主路中利入不败之地 而那些见利忘义 目光转潜 收益大起大落 没有见钱的投资理念 和投资策略的投资机构 终将会被市场所淘汰 从市场中消失 投资者也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终身 托付给一个 不能给自己带来终身幸福的投资机构 现在市场当中 现在市场当中 有一个叫PE股传基金 不知道有没有提出过啊 投资一百万 可以 融资一百倍 就相当于一个亿 投资 一万 可以融资一百万 这是合法的融资啊 合法的融资 叫PE 很多这样的机构 就是利用 投资者的资金 进行利益输送 导致投资者 亏损累累 亏损累累 不会长久 黄金白银在中国 短短的几年的时间 就把投资者搞得死笑笑了 不会长久了 请问现在 别人打你电话 你还会信吗 你还会信吗 你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 对吗 朋友 你投资白银吗 多还是不多 刚开始还有一点效果 现在没有了 没任何效果了 你朋友的 朋友的 这两个字 你就念一个捧字 别人就把电话挂了 最近很多人打我电话 朋友 我立马就挂了 因为你 我的光光头 姓什么 叫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还朋友 捧个屁 捧什么 这个市场已经做坏了 人人的信任度 都是被这些人做坏掉的 好 这个 接下来了 休息 几分钟 好吧 休息几分钟之后 我们接着 接着讲课 好 接着讲课 在讲课之前呢 给大家分析一支股票 大家把行情软件打出来 行情软件打出来 好不好 这个 这是我前一段时间 有讲过的一支股票 没具体讲 把这个002132打出来 002132 002132 把这支股票打出来 好不好 这支股票呢 这个 跌幅是非常大的 成17块钱 跌到3块钱 好了 这个 近期了 底部 底部已经形成 脱离底部之后 启动一小波 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大概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的一个洗盘 这个洗盘的形态 是一个 类似于箱体的形态 也 类似于箱体 又有一点像三角形 很大的方面看 有点像三角形 小的平台 类似于一个箱体 现在偷破箱体之后 开始回抽 估计下周一 回抽一下 五日十日二十日均线 开始形成多头排列 挡量大一点的呢 下周一可以 分低买进 也许你买进数会亏一点啊 挡量小一点的呢 等止跌之后再买进 止跌之后再买进 这是一个标准的 拉伸之前的一个 拉伸回抽动作 这支股票业绩是 增长是比较大的 流通盘三点多亿 不算大 整个市值只有十多亿 然后是 是好像是 有一个太阳能 对吧 太阳能 最近太阳能长得不错啊 这支票 可能这个 尊线是多头排列的 征服是比较小的 形态是比较规则的 股性是比较活跃的 抗贴性也是比较强的 但是上一周 我讲完了之后 很多人可能在 在七月十号这个位置 熬不住 可能有的人就卖了啊 可能有人熬不住就卖了啊 卖完了之后就涨了 这很奇怪的啊 回头的极限 一般就是我们的心理极限 回头的极限就是心理极限 支撑点就是心理极限 所以这支票 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一下 按正常情况下 应该有一倍到两倍的空间 有一倍到两倍的空间 现在目前才五块多钱 对吧 五块多钱 第一目标位 第一目标位在六块多钱 六块钱左右 第二目标位在八块钱 第三目标位在十四块钱 十四块钱就有百分之一百多啊 就百分之一百多 我们的最 这个最终的目标位 大概在十四块钱左右 目前只有五块多钱啊 你做到 你做到八块钱的话 就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啊 就百分之六十左右 做到八块钱是很容易的 做到十四块钱的话 需要时间 那就看你的耐心了啊 慢慢已经脱离底部 周部开始往上走啊 那么呢 目前这个底层还剩下一部分 基本上是主力的了 刚刚脱离主力成本去回抽一下 我想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就启动了啊 这个我不是为了来评价股票啊 今天主要是以上课为止 我就给大家这个稍微的分析一下 这支票 大家可值得去重点关注啊 这个我讲过的 讲过的股票 大部分是我有买的啊 但是我绝对不会在很高位 去给大家讲 一定是在相对的比较好的点位 才给大家讲啊 如果太高位 给大家讲就 就很对不起 对不起观众 对不起这个朋友 反正市场的钱也不是我的 是大家的 谁老大就是谁的 好了 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四大标题 四大标题啊 要想在群雄逐鹿中 优胜劣汰 例如不败之地 你要做到四个 四个点啊 第一个正确的投资理念 赢得未来 第二个稳定的收益 赢得未来 第三个诚信的服务 赢得未来 第四个长展的目标 赢得未来 我们先讲第一个 第一个标题 好不好 正确的投资理念 赢得未来 一个机构 你有没有正确的投资理念 那么股市建客的投资理念 这个上次在百大课程里面 有讲过的 有讲过的 本人坚守的是四大投资理念 第一个严格遵守六大操盘然者 看大做小顺势二位 不断持有大赚小赔 低位建仓紧跟强壮 你看一看 这个恒星 恒星科技吧 恒星科技 符不符合这六大软则 大盘基本止跌了 杀身出世形成了 接下来你就是不断持有了 并且大赚小赔 多赚一点 相对低位 守入强壮 那么紧跟强壮 五大基本特征 形态规则 载浮震荡 抗跌性强 高度控盘 股性活跃都符合 就是恒星科技 然后熟练的掌握 做装的八大基本流程 从系统到启动 试盘 到启动 到洗盘 到拉伸 到出货 到反弹 到扎盘 每一个 每一个操盘流程的形态特征 量能变化 操盘手法 操盘意图 尤其是熟练 打物强壮的 操盘过程 技巧 及特征 现在目前恒星科技 就是在拉伸的 拉伸的一个四盘动作 拉伸的 一个四盘动作 回抽完毕之后 就继续拉伸 现在目前是处在这个阶段 洗盘已经完毕了 然后建立操盘 五大认作体系 你有没有完整的悬股体系 有没有完整的买股体系 现在目前的买日是 是回抽 只跌买日 启动 突破已经突破过了 最下买点 第一买点已经过了 现在剩下来是第二买点 持股 按照什么方式持股 卖股 通过什么 什么方式卖股 风险控制 怎么控制 所以即使你下周一买 你也分批买 分批买 先买一个30% 进去观察一下 不急于要搞到最低点 所以风险控制 这五大认作体系的方法 技巧及原则是怎样的 不仅我们投资者要建立 机构 投资者也要建立这五大体系 这是有 正确的投资理念 本人的投资理念 就是这四大体系 第二稳定的收益 赢得未来 稳定的收益赢得未来 那么稳定的收益 它需要时间去累积 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一次获利 并不等于永久的成功 长期稳定的获利 才能够远远流程 这是今年 今年的春节 我到福州有一个朋友 请我吃 吃会餐 大概有十个总裁 有十个总裁在一起吃饭 不止十个 放很大的一张桌子 就十八个 十八个 总裁 在那边一起吃饭 这十八个人都是做股效的 其实他们都不认识我 只有一个人认识我 然后这个人说 我的投资理念不错 然后其中有一个总裁就问我 理念不错 知识不错 不等于实战不错 你有本事的话 你讲一支票出来 我看一下涨了没涨 你涨了我就认为你牛逼 你没涨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请问我会告诉他一支股票吗 我会告诉他一支股票吗 你觉得我会告诉他一支股票吗 因为你没有正确的心态 没有正确的投资理念 我告诉你一支股票涨了 我下一次告诉你一支跌了 我就流逼 我跌了就不流逼 一次成功并不等于永久的成功 要有长久的稳定的投资理念 你才那个长久的生成下来 稳定的货力需要脚踏实地 稳扎稳打 挤小财而成大财 科夫报复心态 淡化公民立路 我们很多人啊 整是想报复 整是想天天搞涨停 这种思想对你不利啊 不要老是想搞到涨停 涨停这个东西啊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遇到了就遇到了 没遇到也不要可惜 我们只按照我们自己的操作理念 那达到我们日期的收益就可以了 巴菲特每年的收益并不高 就是慢悠悠的 慢慢慢慢来的 他就成为世界 世界顶级的投资 投资专家 投资大师 一夜暴富 不代表你有长远的发展前头 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你今天赚了百分之五十八十 明天亏得一无所有 有用吗 没有用 作为投资机构 千万不要去头脑发热 要脚踏实地 一个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的往前走 我讲了五年 在网络上已经讲了五年的课了 我并没有想一夜暴富 而是在日积月累的 慢慢一步一步的在往前推进 要需要时间去印证 时间去考验 有正确的投资理念 稳定的心态 和稳定的收益 终究会一鸣惊人 一举成名 曾经的骨神为什么都不见了 曾经的骨神为什么都不见了 我还在 这么多年了 那么多骨神都不见了 我还在 因为我不是骨神 我不是骨神 我也不想当什么骨神 我只想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 在走自己的路 稳定的收益 需要多元化的投资 不但拖展新的投资品种 分散投资 既可以增加盈利项目 又可以分散风险 省时度市 进行多元化的 忧心和侧重投资 这样才能避免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在给大家讲股票 你认为我就 就只投资的股票吗 嗯 很多人认为 我就是搞股票的 对吗 对不起啊 我投资的项目有十几个 有十几个 不仅仅是股票 当然股票是我的 最大的一个爱好 多元化的投资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这是每一个投资机构 在大际所在 你的投资太单一了 很容易经不起分浪 这是稳定的收益 一定要让自己能够生成下来 你才能够谋求发展 第三个 诚信的服务 诚信的服务 赢得未来 只有诚信 才能够取得投资者的长久信任 现在在中国的基金公司 你信任几家呀 你信任多少啊 只有诚信 才能够取得成 投资者的长久信任 才能够快速的扩大宣传的力度 和社会的影响力 才能仍然不断的在市场中 容纳资金 提 这个股产基金 没搞几年时间 我 没搞几年时间 前一段时间 去年都还很火爆吗 前年都还很火爆吗 今年就演起起鼓了 中国人再好的项目 再好的行业 都会把它做坏掉 股票股票市场做坏了 房地产市场做坏了 黄金市场做坏了 搞什么什么坏 是吗 你教育行业 这个阳光的行业 做坏了 医生这个 神圣的职业也做坏了 搞什么什么做坏 你奇怪啊 好好的一个东西 都做坏了 诚信没有了吗 现在中国 最缺少 最缺少的 就是诚信 这是中国最大的危机 诚信没有了 你有了诚信 你的宣传的速度更快 社会的影响力越大 你这样才能远远不断的成 市场中融拉资金 我每个月都有很多资金进来 每个月都有 不管做对做错 首先我们内心上是诚信的 我们吃发点是真诚的 首先要对得起我们自己 不是我搞股票每一次都对 你记住 我搞股票有对的时候 也有错的时候 对于错 不是我个人就能够 彻底 能够摆布的 但是我们内心上 起码不是高位 起码没有 去坑害投资者 第二诚信是做人之本 企业的生存和身材之道 不为投资者的利益着想 千方百计的是算计和坑害投资者 最终会被投资者所抛弃 你把投资者当傻瓜 别人一定会把你当傻瓜 这个社会实际没有 没有很笨的人 没有傻的人 傻的人不可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 对吗 你别看我这个光光头 瘦布拉几的 弱不经风 没有什么抵抗力 但是他有完强的生命力 长得不打击 但是他是很坚强的 很勇敢的来到这个世界的 你不坚强不勇敢 你怎么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了 千万不要 去把别人当傻瓜 每一个人都是很坚强的 每一个人都是很勇敢的 每一个人都是有智慧的 第三 还可以重新也都要找回来 人仲俩 总 poor 这 núna 可以重新再会等 你再也撒不回来了 %3 成幸就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和生命 甚至比生命更重要 曾经没有了 企业的灵魂和生命就结束了 我们刚才有人说 坏人得不到惩罚 坏人会得到惩罚 记住 不是得不到惩罚 是会得到惩罚的 你别说美国 在这儿搞霸权主义 在那儿要五合六 我告诉你 惩罚他那时候到了 这是诚信的服务 赢得未来 第四 长远的目标 赢得未来 长远的目标 赢得未来 一个企业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你的目标越大 你的规划越长远 你的前进的动力就越大 产生的成就就越大 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希望就越大 你自己都没有目标 或者只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别人怎么会看得起你 别人怎么会看中你 你又怎么会是很努力 去达成自己更高的目标 嗯 你有没有长远的规划 我记得好像有给大家讲过的啊 我是有很大目标的 从教育品牌到融资品牌 从走出国门 都在按照我们的进步的 按照我们的计划在一步一步的走 我们马上下一个计划 就是全国寻讲 不在这一周 就是下一周就就推出来了啊 你们家很快就难看得到我 到你们家门口去讲课的时候了 马上全国 全国性的免费讲座一百场 免费讲座一百场 你以为到现场讲座 投资是很大的啊 要准备好几百万 光场地费 一百场 场地费都好几百万 马上就推出来了 大家看完公告之后 按照我的方式 去做 有机会的时候帮我去推广一下 到时候到你那个地方去讲课 也为我出一点力气 不是一个人啊 一个人肯定做不到的 好 谢谢大家 制定 的规划和目标 一定要牵食可行 你制定目标 一定要可以实现 不可以实现 你制定的也没有用 要有部署 要有具体的部署 要分阶段 去实施 要有具体的措施 怎么做 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有部署 有分阶段 有具体的措施 这样才别人才会信你 你这样实施起来也比较可靠 既不能太大了 你的目标既不能太大了 也不能太小了 太大了 无法实现 你会有挫败感 对吗 你自己目标太大了 你实现不了 你觉得自己很灰心丧气 那么投资者也觉得你不靠谱 不可信 吹大流 所以我们制定目标 要有可靠性 我在全国各地 是免费讲座100厂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我准备300万资金 是租场地 这个是我做得到的 100厂 不需要几年的时间 这个我死不了 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目标太小了 你的发展速度会缓慢 容易失去度质和动力 你一个小小的目标 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所以懒洋洋就实现了 你还有什么 重力呢 所以我们制定目标 一定要失可而止 第三 第三 每实现一个目标 要不断地挑战新的目标 每实现一个目标 要不断地挑战新的目标 不断地完善和创新自我 这样才能够在市场中始终利于不败之力 不要满足现状 每一次实现目标完成之后 要尽力新的目标 即使挑战自我 不断地给自己增加难度 这样才能远远不断地往前走 才能远远不断地壮大起来 才能最终吸引腾飞 这么多年我们不都是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走过来的吗 一开始最开始是连房间也没有 就是入制就擅长了 接下来我帮了建科大学 接下来我帮了北大 营修班 这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的 再下一步就在国外去讲课了 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目标 不断地挑战自我 这样才会有重力 这个我们战斗中说 老师会讲英文吗 你觉得这个是难题吗 你觉得这个是难题吗 就算你不会讲英文会难吗 你问一下这个周星石 他会讲会讲汉语吗 会讲中文吗 会讲普通话吗 现在的科技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担心的事情都是 都是几人忧天的事情 好了 这是这节课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在从秦雄逐路中优胜励态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下一节课呢 给大家讲股市建客 曾奴隶到将军 曾飞篇系列三 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市场是这样的 中国还在这样改革 那样改革对吧 最终改向何方 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 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都有预见 都有预见未来的一种影光 中国未来的资本市场 究竟是怎样的 这个是下一节课 要讲的内容 好不好 那么呢 这个今天的讲课呢 就到这里 好不好 股市建客原名黄华七 联系QQ379849784 官方网站 3W.股市建客梦工厂第一个字母.com 视频网址http2.2杠 股市建客全屏.56.com 淘宝店网址http2.2杠 股市建客梦工厂第一个字母.com 淘宝全屏.com 本录像是2014年7月18日录制 那么呢 今天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 晚安